很多人到医院里面去做体检的时候 或者说看胸片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医生在上面打报告 说有肺大炮或者说是肺气难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需不需要去治疗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器官 肺就是我们拿来跟外界空气进行交换的一个器官 它的构成大概就是一根管子下来之后 然后像树的根一样 逐步逐步的向两侧蔓延开来 插入到很深的地方 在它的末梢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 最终形成一个个像泡泡一样的东西 这些泡泡叫做肺泡 这个跟外界空气的交换 最终实际上是在这成千上万个小泡泡中进行的 如果这些小泡泡发生了异常的扩大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并且融合在了一起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肺气囊 那当肺气囊进一步的变大的时候 当它大于一厘米的时候 我们就称这种大泡泡为肺大泡 一般来说形成肺大泡有几个原因 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发生在那些有肺部基础疾病的老人家身上 尤其是那些爱吸烟的老曼之或者肺气肿的老人家 因为这些老人家 他的肺的末端可能会有一些小气管的水肿 狭窄阻塞 然后末端这里有个泡泡 它气呼进去是可以进得来的 但是要出来却出不来 所以这个泡泡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这样一点一点把这个肺泡原有的弹性给破坏掉了 就永久性的增大了 医学上称这个泡泡越来越大的这个过程叫活伴效益 所以这个肺大泡往往是跟肺气肿或者是老曼之啊这些病相伴而行的 当然肺大泡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 那这些年轻人一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长得特别的瘦特别的高 那这种可能跟他在两肺善业的这个地方 由于在伸展的过程中他拉的这个张力特别大 使得上面的这个肺泡结构比较容易被破坏有关系 所以呢青年人的这个肺大泡一般来说是形成在这个两肺间的 跟老年人的那个呢略有不同 那如果有肺大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这个呢是跟这个肺大泡的数量以及肺大泡的大小有关系的 因为这些肺大泡的它是没有什么功能的 当它数量太多或者说体积太大的时候 有可能会推挤旁边正产的一些肺泡的功能 就好像一块坏掉的地 它是不能长砖架的 它不停的向外挤 那这样最终使得这块地的这个亩产量就降低了 因此呢当肺大泡或者说肺气男只有一个两个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更多就是在体检中无意发现的 但是当这个肺大泡或者肺男种比较多的时候 个体呢可能会经常发生咳嗽 胸闷气短闯不上气来 那当然呢肺大泡进展到最后面的一个阶段 就是当肺大泡大到非常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是有发生破裂的风险的 那一旦发生破裂的话呢 这个叫做气胸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肺破了 那这个时候呢人会发生急剧的这个呼吸困难 有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呢当肺大泡特别大的时候 有的时候需要用外科手术来干预 具体来说呢就是通过一个胸腔镜 进去把这个肺大泡给拿掉 那拿掉之后呢一般来说肺的功能会得到一定的恢复 因为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拿掉了 那那些健康的肺呢又会重新膨胀开来 会改善很多的呼吸功能 有没有什么方法不去开刀 仅仅靠吃药把这些肺大泡或者肺气男给消灭下去呢 应该目前来说是没有这样的办法 因为它本质上来说是因为这个肺泡的结构已经被破坏掉了 它这个支撑的这个弹性已经没掉了 所以才会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药能够让它的这些成分重新回来 因此呢有了肺大泡 如果想要改善它 你能做的呢只有就是维持现在的这个肺部的情况 不让它继续恶化下去 那首先呢就是要把肺部的基础毛病给治好 比如说有老曼芝的 那就积极的去做物化或者说吃药 之外呢如果有这个吸烟的 或者说周围二手烟很多的 或者说工作环境特别差的 有很多粉尘的 那这些呢就要自己做好一些防护 或者说去做戒烟的一些工作 否则呢也会加重这个肺大泡 最后呢要避免去做一些特别剧烈的运动 或者做一些憋气的动作 那譬如老人家如果有便秘的话呢 尽可能的也去治疗一下 因为经常有老人家会在排便的时候 憋气的时候发生这个肺大泡的破裂 导致气胸导致生命的危险 好的这期视频呢给大家讲了一下肺大泡形成的原因 症状以及它的治疗的方法 希望各位朋友们了解就是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 它一旦破坏掉 事实上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 所以要好好珍惜我们的身体 改善生活方式 好的祝各位朋友们健康 我们下期见 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尽力去回答 再见